大家好 歡迎收看亞太聯播 我是景軒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內蒙古甘肅交界處檢查站遭蒙滅人襲擊 山西警方抓獲4名恐怖活動嫌疑人 美國公民到底應不應該擁有持槍權 據內蒙古阿拉善蒙 厄吉納齊政府12月7日發布的通報 內蒙古與甘肅交界的 馬安聯警綜合執法檢查站 星期天凌晨遭到100多名蒙滅人員 手持器械闖入打砸 工作人員也被捆綁 丟棄在涉事零下20度的戈壁攤上 事件導致13人受傷 通報還說 不明身份者隨後開動兩臺產車 將工作站所有設施及9輛執法用車 全部損毀 當地警方說 該事件已經嚴重影響到 某國防基地的安全及邊疆地區的穩定 並正在追查肇事者 據報導 經公安查明 這一事件是 厄吉納齊和甘肅省 金塔縣邊界糾紛引發的嚴重治安事件 近日網上熱傳一份 署名太原鐵路公安處的緊急通知 說有4名一級拉特人員 預謀要在山西境內搞恐怖襲擊 部分太原市人流密集的營業場所 已貼出此通知 提醒商戶和顧客加強戒備 中國青年網記者 從太原鐵路公安處得知 4名恐怖分子已被抓獲 但是相關的媒體報導 很多已被刪除 繼今年5月中文維基百科在中國被屏蔽後 近日包括英語在內的其他魚種的維基百科 也遭到全面的封鎖 引發國內外強烈的關注 在一片質疑聲中 6日下午部分魚種被解封 以下是心靈的報導 維基百科創始人吉米·威爾斯 日前在亞洲領導力峰會上表示 要到北京遊說中國解鎖維基百科中文 沒想到這番話提醒了中國政府 原來他們只封了中文 於是中國政府將包括最流行的 英語在內的其他魚種都一併屏蔽 但僅僅過了幾天 6日下午逐中文外 中國又恢復了其他語言維基百科的訪問 深圳的網絡公司創業者張金駿告訴本台 防火長城此前只封鎖了中文維基 原因被認為是在維基百科默認啟動HTTPS之後 無法針對性地屏蔽政府不喜歡的特定內容 儘管當局對維基百科進行了全戰封鎖 但這樣做的意義並不大 因為目前翻牆技術非常成熟 據了解 維基百科在2001年上限 中國政府對維基百科的首次封鎖 始於2004年的六四期間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維基百科專案 其後封鎖和解封頻頻發生於 每年六四、國慶等敏感時間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 中國曾短暫解封維基百科 但其後又無法訪問 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對敏感內容 進行審查與遮蔽導致的 有網民對事件評論道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訪問維基百科 查找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世界各地優秀的專家學者與愛好者 為這個知識庫不斷增轉添瓦 一個個詞條就是一篇篇優秀的綜述 每一篇參考文獻的權威性和格式 都經歷過長久的討論與修改 無法想像佔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 完全拒絕這些知識的合作與馈贈 自由亞洲電台 科約記者 新林採訪報導 廣東多家勞工維權非政府組織的骨幹 最近被警方帶走 其中三人被以不同的罪名刑拘 目前仍然失聯的還有勞工維權人士 彭佳勇等四人 有維權人士日前前往廣州市富華派出所 尋找此前被抓的彭佳勇及鄧曉明 派出所說 已把通知書通過平郵的方式 郵寄到他們各自的戶籍地址 但拒絕說明通知的具體內容 在剛過去的週末 國民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和王朱璇 成立競選總部 12月7日 朱立倫公布經濟政見 強調台灣供應鏈與紅色供應鏈 可以擴大合作 不排斥 也表明國民黨不像民進黨 不會因為意識形態或特定的立場 忽略掉任何一個市場 請看夏曉華的報導 在台灣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7日公布經濟政策系列 產業引擎的政見 他提出以三公四件發展台灣供應鏈作為解藥 強調公一定要強 劍一定要立 才能強身 朱立倫說 三公就是壯大科技實力 產業4.0劍級履級 建立台灣自由經濟島 而四件指的是以自由品牌建立有完全自主性的供應鏈 以進口替代伸展道上游 確保下游產業主要供應商地位 和打入差異化產品 直接供應先進及新興國家市場 朱立倫指出 台灣最重要的科技實力還是在研發 要提供科技預算 整合上中下游研發資源 加強與美日等研發大國的合作 另外將成立產業4.0服務團協助工具機 3C 紡織 食品 物流 現代農業等產業的顧問服務及應用導入 朱立倫說 一直在像遊牧民族一樣的在遷移 其中遷移的最明顯的由中國大陸 現在很多遷移到越南 很多遷移到柬埔寨 很多遷移到印尼 甚至遷移到非洲 那這些產業 那它本身的供應鏈 我們要確保我們是上游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面對其他 不管大陸成立了一個紅色供應鏈 我們台灣供應鏈絕對不可以斷裂 而台灣供應鏈跟紅色供應鏈是可以合作的 也就是說今天在大陸地區 我們很多的上游廠商 現在已經本身成為大陸內銷的供應商 那一樣的它也可以從大陸去供應到 越南或其他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絕不斷裂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針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主張 台灣經濟和產業不該倚重大陸市場 朱立倫不忘推銷證件說 不論是我 我們的這個對於下游的供應鏈或者差異化市場 我們從來不會忘記包含中國大陸 包含東協包含印度包含中東甚至包含非洲這些市場 沒有一個可以因為意識形態或者是因為特定立場去忽略掉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夏曉華台北報導 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實行監督聯盟等團體 7日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前召開記者會 呼籲台灣三黨總統候選人將居住權集會遊行權 與人權保障機制納入政見辯論會提出改革方案 請看苗秋菊的報導 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徐勢榮教授指出 目前全台灣平均約10戶就有一戶會面臨被破簽的危機 這不該是已簽署兩公約施刑法的國家 所應該有的居住權保障 土地具有不可移動性、數量有限性及保值增值性等性質 必須符合在地脈絡善加利用 不應被政府與財團淪為商品買賣 或是彌補公共建設財政不足的工具 他對居住權提出三項訴求 包括全面暫停破簽爭議案件 檢討涉及破簽的法令規章與政策 以及實現零破簽 記者會現場 志工們將各式因集會遊行而被羅之入罪的罪名貼在身上 控訴警察對民眾集會遊行濫權起訴的荒謬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高永成律師表示 這八年來 義務律師疲於奔命 有跑不完的庭 可以看到馬政府這幾年來 如何用妨害公務、侮辱官署等罪名來打壓 高永成對於集會遊行提出三大訴求 第一個一定要修改我們的集會遊行法 而且一定是要採自願報備制 第二個不僅是不能夠處罰 而且要改成保障法 第三個我們要有一個確認警方的一個就責機制 針對人權機制 台全會及全約盟職委廖福特表示 雖然馬政府任內陸續通過兩公約施行法 以及對婦女、兒童或身心障礙者權利的公約施行法 也依聯合國刑事撰寫國家人權報告 進行國際審查 但這些人權公約事務各部會各自為政 欠缺一個統和協調的獨立人權專責機構 廖福特認為 討論人權前要先討論兩個概念 第一個我們到底有什麼權利 第二個國家要用什麼樣的機制來保障我們的權利 其實在我們憲法制定過後 憲法第二章從來沒有再增加過 他呼籲持續推動憲政改革 尤其是擴充憲法第二章人權清單 並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以及行政院成立專責人權機構 統籌整合個人權保障小組的工作 隨著總統大選的腳步越來越近 民間團體丟求給各政黨總統參選人 希望他們接招 藉此思考人權相關重大議題 並清楚表態 讓選民也可以用政黨票與總統票來呼應對各參選人的期待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美國總統奧巴馬 星期天還有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發表電視講話 譴責上週發生在美國加州的槍擊事件 是企圖殺害無辜者的恐怖主義行徑 並稱現在進入對抗伊斯蘭武裝分子的新階段 奧巴馬同時指出 不能讓對抗恐怖主義 定義為是美國和伊斯蘭之間的戰爭 但是他強調 恐怖主義的威脅是真實的 但我們會戰勝它 12月2日發生在加州的槍擊案 造成14人死亡 美國槍擊案頻發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 《紐約時報》星期天在近100年裡 首次在頭版發表社論呼籲控制槍支 那麼到底公民應不應該有持槍權 中國公民應不應該使用暴力 對抗政府的非法行徑 接下來請看交鋒論件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交鋒論件節目 我是主持人雅薩 在美國民間的持槍量 已經超過了3.3億支 每年死於槍擊的人數也非常的高 美國今年已經發生了45起校園槍擊案 那麼最近在12月2日 美國加利福利亞州南部發生槍擊事件 加州此次的槍擊案件 是今年美國發生的第355起槍擊案 我們本週的交鋒論件的辯論主題 就是圍繞這次槍擊案所引發的 公民是否有權擁有槍支權 支持公民擁有槍支的正方代表 是家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教授 夏教授您好 您好 那麼反對公民擁有槍支的反方代表 是華盛頓自由撰稿人 公共政策研究人黃玉先生 黃先生您好 您好 那麼我想先請我們的正方代表人物 夏教授您來發表您自己的看法 公民是否應該擁有持槍權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當年來自歐洲的移民 他們在美洲大陸上要生存的話 必須防禦野獸 還有土著印第安人的圍剿 所以當時他們擁有自己的一些武器 所以在13個州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 很多州政府甚至提出來 就是說必須每個人都要擁有槍支 對於沒有武器的居民甚至要提出懲罰 所以這樣的話 後來各個州都形成了一支民兵隊伍 就是後來反抗英國殖民者的侵略 所以造成這樣 最後形成了美國獨立戰爭 這個就是跟槍支的持槍權是緊密相關的 後來在1789年 對這個人權法案進行修訂的時候 考慮到一個因素 就是要不要有持槍權 就是公民擁有持槍權 要作為一個正式的條款寫進去 後來在1791年 正式通過了這一條 這就是美國憲法的第二修正案 它的內容主要是什麼呢 說是一支具有良好規範的民間武裝 是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保障 然後他又說了 這個公民所擁有的這樣一種持有 和攜帶槍支的權利 是不能夠受到侵犯的 這就是我根據他的原文翻譯出來的 這樣一個內容 所以這裡邊還有兩層意思 一層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國家 它不能夠反映民眾的意願的時候 它不能夠成為一個合法的政府的時候 民眾可以擁有槍支來推翻這樣一個 他們不喜歡的或者不支持的政府 第二個含義就是說 每一個公民他擁有槍支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 保護自己的生命權利 所以這個也是不可忽視的 好 謝謝您 那麼黃先生 你好 那麼我的觀點呢 首先我同意夏教授剛才說的 從五月花號第一批 來到北美大都的移民開始 槍支在18、16、17、18、19世紀 蠻荒時代 在防止自然災害 獨立建國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們畢竟是生活在21世紀 那麼時過境遷 社會發展到這種後工業時代 人們已經有了充足的手段來防範自然災害 那麼美國也已經建成了這種憲政民主的制度 以及充分的保障人權 現在社會發生外國侵略戰爭的可能性 也大大降低 那麼現在這種情況下 那麼我們看到每年由於個人擁有槍支 造成了大量的社會治安案件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與時俱進來探討一下 這個個人控槍甚至進槍的問題 好 那麼我想這個做一個反駁 那就是我們知道在美國有關這個 到底是不是要控制槍支 有過很多次爭論 最近的兩次爭論 一次是2008年 2008年的這個是DC 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DC 訴 他訴這個叫Heller Heller是一個人的名字 訴Heller這樣一個案件 最後的結果是勝訴 勝訴的原因就是說 公民應該擁有持槍權 來保護自己的財產 甚至必要的時候 可以對入侵者進行槍擊 這是得到合法性的判決 第二個案例就是2010年 就是芝加哥 就是說有一個叫唐納德的人訴芝加哥 那麼訴的原因是認為 它到底有沒有這個聯邦的法律 是不是適用於州法和這個地方法律 最後的結果呢 裁判的結果就是 剛才說的這個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不僅適應於聯邦政府的裁決 也適用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裁決 所以說都是通用 這兩個案例都證明 就是擁有持槍權是正當的選擇 然後再給兩個具體的案例 一個就是在這個伊利諾伊州 有一個小鎮 叫做Morton Growth 這樣的一個小鎮呢 它本來呢是犯罪力比較低的一個小鎮 他們出了一個政策 是在1981年出台的 說除了警察 除了軍隊那些現役軍人以外 其他人不允許擁有槍支 另外一個小鎮呢是在Georgia 這個小鎮呢叫Kennessey Kennessey這個小鎮呢 它過去犯罪率比較高 因為有很多的黑人啊 或者其他族裔的人居住在那 但是呢它這個小鎮呢 出了另外一個 1982年出台了另外一個規定 就是說小鎮上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槍支 沒有的人還要給予懲罰 事實上就是說幾乎人人都要擁有槍支 所以這兩個小鎮大家就看啊 就是說一般大家都是支持誰呢 肯定是支持那個限制槍支的人 那個小鎮 我認為那個小鎮會比較安全 犯罪率肯定會下降 但是結果呢後來發現了 就是說持有槍支的這個小鎮 犯罪率持續的下降 第一年下降了74% 第二年又下降了45% 而這個反對持有槍支的這個小鎮呢 它的犯罪率卻持續的喪生 所以用這兩個實證來證明 就是說你控制槍支 並不見得就會減少犯罪率 並不會減少死亡的人數 那麼您怎麼看 您說現在美國政府是比較自由 比較民主化的 對 那麼您認為現在已經沒有這個用途 沒有這個 對至少我覺得這個第二修正案發生的年代 和它的條件現在都已經不具備 當年的英國殖民者 它擁有的是以武力作後盾 來在北美進行殖民 那麼那個時候 你如果想去推翻它 你就必須要自己起來反抗 那就必須要有槍支 那麼已經獨立成功以後 那麼在一個現代國家來說 你要對抗暴政 假如我們打個比方 你是個人只擁有槍支 美國也有很多法律保證 你不能擁有自動的武器 或者威力更大的武器 那麼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 你個人用槍支去對抗暴政 那它完全可以上坦克和裝甲車 甚至飛機大炮 那麼在這種完全不對等的情況下 個人擁有槍支對抗暴政的這個意義 我認為是顯著下降了 那麼公民擁有槍支的意義現在在哪裡 對 這點我當然有一不同的看法 首先就是說 你要從純粹的軍事對抗 戰爭的角度來講 當然一個國家擁有的強大的軍隊 和國民所擁有的這個地方武裝 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種象徵意義 它是一種表彰的這種 公民所擁有的正義的這種 保護正義和自己自身權利的 這樣一個現象 一個能力 比如說最近發生的例子 前幾年在德州 在一些遊牧的那些州 出現了什麼情況呢 就是地方政府 通過要建設一些公共工程 就要佔據一些牧場 那當時那些牧民是怎麼樣做的呢 他們組織起來 組成馬隊 然後用自己的長槍 這個衝鋒槍什麼等等 組成了對抗的那個正式 結果這個政府的力量 就不敢衝破這個防線 也沒有真正發生這種實際的交戰 但是這就是一種震懾 如果它沒有這種武裝 和有這種武裝就完全不同 它形成了一種對峙的力量 讓全世界關注 因為你一個政府 你用這個強大的軍事武器 去屠殺平民百姓 本身就會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 國際社會都不答應 所以它第一步首先要做到 引起大家的這種關注 另外我們現在看到 雖然講美國對管控槍制 有很嚴格的規定 但是個人還是能買到AK-47 很多美國的狙擊槍 衝鋒槍甚至機關槍 這是都可以買得到的 甚至最新型的武器 據說在有一些非正規的市場上 也是能買到的 所以說一般來講 如果你不動用飛機大炮的話 就是常規武器來作戰 我們的一般講 老百姓能夠擁有的槍支的能力 是相當大的 另外互聯網還給老百姓 自己製作一些武器開發的途徑 說到這個裝甲車 然後說到這個大炮自己製作武器 那我不禁就想到了 在中國發生過強拆事件的時候 有一些居民他們自己自製大炮 來甚至是燃燒 威脅燃燒他們自己的煤氣罐 或者是他們自己所製造的一些手槍 來防止他們的房子被拆遷 那個白岩松也說過 他說如果中國公民 擁有持槍的權利的話 中國的拆遷是不會存在的 那麼這點兩位是怎麼看的 我想聽聽黃先生的看法 你要說中國的強拆事件 那完全這跟美國應該是兩個問題 因為中國人連這種基本的憲法和法律的執行都很不完善 那麼所以你看到他們用煤氣罐來阻擋這個強拆隊伍 那我想如果中國真的他用自製的槍來對抗政府 我想中國政府應該會用更強的武器來對付他們 應該照樣也沒有什麼用 對我同意這是完全是兩類問題 就是中國的問題和美國的問題 先回應一下美國的問題 剛才講到了就是說 持有槍支並不意味著 你就能夠跟政府的軍隊相抗衡 這只是表明出了一種態度一種決心 他讓全世界都來關注這樣一個事件 並不是說你真的是像戰爭那樣對待 因為你要看有沒有正義性合法性 如果是講地方民眾 他是有意的在破壞國家的法律 在有意的不正當的抗爭政府 那國民警衛隊 包括美國的各種軍事部隊組織都可以參與 可以鎮壓 這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他是保障民眾自己的財產權利 是合法的 是有道理的 那麼這個就形成了一個讓全世界關注的 這樣一個對峙狀態 所以我主要強調的是這個含義 那麼剛才講到中國的問題的時候 就中國 因為大家知道是一黨專制 是一個暴政 那麼這種暴政情況下 老百姓沒有一個可以通過 比如說法律 司法程序來上訴 得到合理解決的這種途徑 過去多少年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包括上訪都會當作精神病人 來進行這個迫害打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有的是老百姓已經沒有辦法了 就是逼到最後一個程度 只有就是說寧可自製土炮 寧可要點燃煤氣罐 要同歸於盡 就是自殺式的抗爭 這種情況是血淋淋的 就是觸目驚心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完全 不能不可同日而語了 就是說如果中國能夠允許 這個老百姓持有槍支的話 那麼你看中國的這個情況 至少地方上的那些 貪官污吾力就不會那麼囂張 就不會那麼欺壓的老百姓 您支持這個觀點嗎 這個觀點我是 只能說是部分支持 但更多的是保留 因為當一個怎麼說呢 我們用簡單的好人壞人 來分的話 其實你知道世界上 大多數人都是好人 或者是不好不壞的人 那麼壞人它只是一小部分 那麼壞人它用槍 來對付好人的時候 它是非常容易的 它隨時可以行凶作惡 那麼你要是一個好人去 天天帶著槍去防範 那幾個別出現的壞人 那個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那麼再說到中國這個案例 那只能說明中國這個法治 極其不完善 這個執法犯法 警察他這樣憑藉意識的情緒 就開槍 那麼我想可能並不是每一個良民 每一個百姓都隨時攜帶槍上街 然後會碰到這個警察去反抗它 所以您認為 美國之所以有這麼多的恐怖主義 有這麼多的槍殺事件 是跟美國讓公民有持槍權有關嗎 第一 美國每年死傷這麼多人死在槍下 跟美國的這種非常世界第一的 自由的槍支持有制度是有關係的 那麼第二就是我覺得 中國和美國它不同 如果你要在中國 如果要反抗一個不正確的政權 或者是很壞的一個貪官污吏 那麼我想 中國人首先要做的 可能是頭腦裡面有那種法治觀念 和憲政觀念 而不是說你先給他發把槍 他就一定能夠去對付那個邪惡的政權 或者是邪惡的官僚 是這樣 好 首先我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很多的案例 就是說當公民擁有槍支的時候 犯罪率又降低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犯罪分子 他也要計算他的犯罪成本 如果他去搶劫 他知道這個小城裡邊的人 全都是擁有槍支的 那他搶劫的成本風險非常高 如果他知道那個小鎮是不允許持有槍支的 那他就知道到那邊搶劫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說當阻止犯罪 制止犯罪的時候 有槍的人可以在 美國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正在進行犯罪的時候 有人有槍 所以就可以中途阻止這樣一個犯罪 使傷害降低到一定的程度 另外剛才他提到了 這個黃先生剛才提到了 就是說美國每年死那麼多人 那死多少人呢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每年美國死於交通事故的有多少人 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有多少人 還有很多比如說如果沒有槍 那麼在其他國家用刀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殺死的人 會不會比這個數字還要高 所以相對來說 因為美國它是一個 從媒體上來講 它是一個公開透明的 它可以一發生任何一起槍擊事件 它都要及時的報導 而不像在中國 中國死很多人的話 官方可能都盡量的把死亡人數減少 甚至有的時候 撥報那個真實的數字 那麼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我剛才講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我們當然對槍支呢 要做嚴格的規定 特別是要對那些沒有這種 清醒的認知能力的人 給他們擁有槍支的權利 有些人在擁有槍支的時候 沒有檢查出來 但是以後當他有病了 醫生應該及時把這些 有精神病的 有抑鬱症的 有一些危險 自殺傾向的這些人的病情 及時的報告給相關機構 那麼相關機構呢 要看一下這個人 有沒有槍支的歷史 如果擁有槍支的話 就應該重點加強對他的監控 對於有一些少數人 沒有自控能力的人 應該沒收他的槍支 好的 謝謝兩位今天參加我們的辯論 謝謝大家精彩的這個論點 有關以上新聞的詳細內容 歡迎您登陸自由亞洲電台的網站瀏覽 好 今天的亞太聯播就到這裡 我是景軒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